可是我看一下上面的东西 非常简单 一个罐头 一包旺旺仙碑 就是很少的东西 但是桌子排起得好像很壮观 我们今天 我们这边又叫做须米山 须米山的意思就是说 拜那个米 是位置须米山 在我们台湾 就是那个米全部倒出来 然后弄成像山一样这么高 然后就放那个菩提叶 菩提叶就写上你们的名字 然后就插了上去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拜一些熟食 因为在蒙山里面 他有说一定要拜熟的东西 就是能够吃的 所以他这个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么今天你们带回去的这些东西呢 如果说你们拿回去吃 一点味道都没有 大家听好了 喝了也没有味道 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 那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道多师傅的功力深厚 代表各位所有非常好客 请来这些众生呢 他们都有来吃 知道吗 他们呢 不是真正的吃东西 他们是 闻那个味道 吸那个味道 所以那个味道给他吸走了 那你的东西呢 就没有味道 大家知道吗 那你们回去试试看 你们今天回去就试试看 看有没有味道 那如果说还有味道呢 还有味道呢 也代表道多师傅的功力很厉害 因为他会跟那些鬼神说 吸一点点就好 留一点点给我们众生 给我们的信徒呢 也能够吃到有一点味道 对不对 代表他很厉害 他跟他沟通顺畅 慈悲心 非常好 我跟各自有分享一下 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住过坟墓了 在坟墓 我以前是在那个锅顶上 我在那边打坐 打坐呢 看下去全部都是那个坟墓 就是一个个月 在这个时候呢 修行呢 是非常好修行的 他给你你闻到的气味 全部都是那个我们尸体死臭的味道 你可以修这个不敬观 非常好修的 所以在那边你会觉得说 这些众生呢 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在那边念佛 你有一个叫所缘境 你会觉得说有一个对象 所以这为什么在坟墓一边呢 好修行 就是这样子 那另外在我们台湾呢 台湾的这个殡葬文化 为什么要讲到是殡葬文化 在台湾呢 他们有些是土葬的 必须要把这个 送到那个 就是我住的那个墓园 去埋葬 就是土葬 然后在那边呢 你知道吗 师父就在那边听到那些道教 道士啊 但是我们台湾的有一个叫做什么 小女肃秦 好不白天 就是瘦金还是白天 不行 就是白天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在香港也有一部片 有一部片也是好像记得是那个 神演的 有一个 有一部片也是这么说的 他就是说那个 他們就是請自己的人不哭 有一個叫五百萬的人 往生 那麼他的很有錢的人 但是他的子女都不哭 就請人家來哭 知道嗎 因為他們自己可能是哭不出來 然後又請人家來哭 然後那個殯儀館的人就安排了 這個是專門替人家哭的 然後很好笑 這部片我記得很好笑就是 那個演員就是 他說一定要鑽到那個棺木下面 所以他就開始說 阿爸 就是叫他爸爸的名字 因為現在五百萬人往生 所以他就這樣 阿爸 你死得好慘啊 就是說你死得好慘啊 你被人家害得好慘啊 我會替你報仇啊什麼的 替你申冤 然後呢 那個五百萬他太太就說 你沒有哭錯啊 我們 我們你爸爸是病死的 哪裡被人家害死的 所以那個殯儀館的老闆趕快說 改的嗎 改詞 他就開始說 他就開始哭了 他就說阿爸你死了 你的錢都沒有留下來啊 真的是一個笑話 就是我覺得那個 對 就是他這部片呢 他是在講 有些人死掉一些的那種文化 所以呢 我相信大家在網路上也看到了 現在的人死了之後不是要燒什麼 以前人燒衣紙嘛對不對 以前燒什麼房子啊 丫鬟啊什麼的 到現在燒什麼 燒iPhone啊 iPad啊 還有 還有什麼 現在還 你們流行燒什麼東西 啊 汽車別墅 汽車別墅一定有 他們 汽車別墅一定要最好的車 對 LV啊 還要燒那個Drive license給他 LV啊 不然他怎麼看 LV啊 還燒LV啊 LV啊 然後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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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都漏了 現在都不看電視機 有iPad就搞定了 誰在還燒電視機啊 對不對 不用燒了 嗯 好了嗎 好了 可以了 好 來 來開始 來一戶人家一個 OK好 這個東西呢 帶回去吃平安的 一定要帶回去吃 不重 你又說師父沒有用心去買東西 就 哈哈哈 其實不重的 嗯 你們知道這些東西呢 我們的撒師跟佩芬啊 就是他都去注意哪裡打折 然後呢打折還要看旗像有沒有到 所以呢 就一打折 還是就趕快跑去康當那邊去買 而且還不能買太多 還要找我們幾個師姐啊 充人頭去買 這樣才可以 多辛苦啊 還要看 他有食物 對不對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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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有安眠 咖哩 對他要看 對 裡面的話是純素的 都要看到很清楚 雙院大師 你好 你看到 你 你看到 是米 米是很重要的 顺便在這邊跟各位朋友宣布一下 接下來我們的寬先師父要來上課了 寬先師父的課是什麼時候呢 十月二十七號 那天剛好星期六 是我們的觀世音菩薩的法會 農曆九月十九 但是那天是九月十八 那天是九月十九 九月十九是星期六 十月二十七對 大家記得 寬先師父的課 這次要上的課程呢 是陳佛之道 預計要上兩年 我們的書已經來了 兩年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一次上七天 明年上七天 我們都是密集的課程 我們每天下午一直上的課 要上五十個小時以上 對 一個禮拜上七天嘛 乘以三 一天三個小時 二十一個小時 然後第二年再上二十一個小時 所以四十二個小時 要把陳佛之道講完 好 等一下呢 師父請您們用鑰匙 等一下 師父請您們用鑰匙 等一下 下面晚餐已經準備好了 你們可以看一下 阿姓都好了 可以 阿姓都好了 好 等一下大家請留下來用晚餐 下面已經準備好你們的晚餐了 好 那麼今天就全部圓滿結束了 好 謝謝各位朋友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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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謝謝師父 謝謝師父 謝謝你們 謝謝師父 再說一次 一起嘛 謝謝師父 阿彌陀佛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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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李先生 你拿了我就不要了 住了 好 再見 再見